中华男籃相隔14年之後是重返到了雅錦賽四強 這也為國內的籃運注入了一季強心針 但是為了要能夠永續經營 產官學的跨節合作就格外的重要了 因此SBO的衛冕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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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跟这个大学的建交 也就是无非是为了中华民国的篮运来着想 我们希望多培养一些球员 不要只是进了SBL才开始打球 普远建筑篮球队在母企业的支持下 不但成功重返SBL四强 也完成了队时的连霸记录 培育出许多素人球星 让国内篮坛注入更多活力 有了企业团体的挹注 让辅大男篮球员未来的出路更加广阔 训练上更无后顾之忧 对新球技的开打也是充满信心 是不是在今年就能够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那不但是对球队这些小朋友是一个鼓励 那当然对支持者 就是校长跟其他的行政团队来讲 都是一个好的回馈这样的 我们也希望说很快的能把成绩打起来这样 为了不让台湾篮球好手出现断层 企业支持格外重要 普远建筑从师大国体大到府大的合作 希望达到培育新秀 向下扎梗的目标 有电TV 甘邦杰 张一齐 新北市报道 有电TV 甘邦杰 张一齐 有电TV 甘邦杰 张一齐 有电TV 甘邦杰 张一齐